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魁邱惠蒙之后的齐桓公达到了他八业的顶峰 这一年齐桓公65岁 管仲73岁 已经是两个老人了 魁邱惠蒙的第六年 管仲去世 在魁邱惠蒙之际 他嘱咐齐桓公要远离并且不能重用这三个人 因为这三个人会对齐国不利 那么这三个人都是谁呢 他们又做了什么呢 其实这几个人呢 都是齐桓公的宠臣 当然了 管仲不喜欢的人肯定都是那些靠着阿谀奉承讨好皇帝的那种奸诈小人 第一个人 叫易牙 齐桓公 江小白的私厨 其实就是一个厨子 小白呢 是个吃货 对于易牙做的饭菜是非常的喜欢 那说到这个易牙和他的齐国菜是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也使得呢 他在中国博大精神的饮食文化当中留下了他的名字 对了 齐国菜啊 后来就演变了中国四大菜企之一 卤菜 但是啊 我们说到易牙和这个卤菜呢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话说有一天 小白和易牙呢 就在闲聊 呃 江小白就说 我吃遍了天下的美味啊 唯独没有吃过人肉 不知道人肉是个啥滋味 真可谓是遗憾啊 齐桓公 江小白啊 他就随口那么一说 他也不敢真吃 结果呢 说着无心听者当然是有意了 就在易牙他不知道该拿谁下手的时候 易牙四岁的儿子就蹦蹦跳跳的过来找爹地 于是呢 就在某一个月黑风高无人之夜 易牙向小白敬见了一碗精心烹制的肉羹 小白一边品尝 一边的微微点头说 不错 不错 味道好极了 真是人间的极品 易牙呢 听到这儿 马上就流露出他畜谋已久 而且全副武装的眼泪 满地打滚 痛彻心扉地在那儿哀嚎 老板呢 这是我儿子啊 你现在吃的是他左面的小屁股 小白被吓到了 但是转念一想吧 我才是易牙的真爱啊 决定重用 第二个人是树雕 那这个人是干嘛的呢 小白家里的管家 树雕为了拍领导的马屁 挥刀自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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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接受不了 你说又不是要练这个葵花宝典 你干嘛要走东方不败和林平之的路线呢 小白又被吓到了 但是转念一想 我才是树雕的真爱啊 决定重用 第三个人 这个人叫做开芳 江小白同学身边呢 还有当时的外国友人 来自于魏国的公子开芳 和前面两个沙子自攻的家伙相比来的 开芳的脑残和狠毒隐藏的比较深 话说当年齐国和魏国在打仗 魏国大败 开芳呢 被自己的父王派到齐国求和 这个开芳来到了齐国之后 这一看 呀 这齐国比我魏国繁华多了 衣食住行样样都比我魏国强 太吵了吧 我就干脆留在这 我做官不回去了 你舒服死回去完了 开芳于是就追随江小白十五年 一副是忠心耿耿的模样 这十五年里头 他从来不回去看自己的父母 甚至父母去世了都不回去奔丧 江小白给他开公休假 给他开探亲假 他都不回去 你说你活活累死不去完了吗 小白呢 又被吓到了 但是他又转念一想 我才是开芳的真爱啊 决定重用 就在江小白决定重用这些人的时候 在病床之上的管仲气的是三魂 气的少了两魂半 第三 拉住小白就跟他说呀 第一 一牙 杀子以弑君 这样残忍没人性 连自己的儿子都不爱 他怎么可能会爱您呢 以后啊 不要重用他 第二 树雕 为了能够服侍你 竟然他淹了自己 身为男人的我呀 真的看不起他 一个人连自己的身体和尊严都不要了 也不会珍惜您的 第三 开芳 这么一个无情无义 爹娘不顾的无耻羡媚之徒不能要 我管仲才是你的真爱啊 是谁一口一口的亲口叫你笑白的 是谁一路帮着你 让你在周天子的纽交所上市的 是我呀 是谁一直为你保驾护航 集团业务蒸蒸日上 形成了绝对性的垄断的 是我呀 你才是我管仲的真爱呀 但是我命不久矣 我只有一个愿望 那就是世界和平 所以齐桓公 你不要重用这些人 可惜 一生相信管仲的江小白 这一次没有听管仲的话 埋下了祸根 管仲死后不久 小白也身体保养 差不多也要去天堂了 但是小白啊 之前是生性风流 搞了一夫九七制 儿子众多呀 想继承董事长位子的人是大有人在 于是 各房的母子啊 趁小白病危之际 拉帮结派斗的是难分难解 大齐集团呢 自此陷入到了一个长达三四十年的 争遗产的屋里斗当中 一牙 树雕 开方 这三人更是当仁不让的积极参与 他们利用自己可以接近小白的机会 把小白啊 直接软禁起来了 让所有人都见不到他 目的呢 就是暗中抬高自己抄底的潜力股的股价 江小白同学 老泪纵横 后悔当初没有听过安忠的话 大齐集团的董事长就这样在羞愧当中被活活的饿死了 新机会的董事长打理公司事宜之余呢 突然想起来 我还有个老父亲 于是就派人去找 这个时候人们才发现 江小白已经去世六十七天了 尸体上爬满了尸虫 尸虫甚至都已经爬出了窗外 这就是史诗大戏 春秋无霸 齐桓公的大戒指 所以啊 不爱儿子 不爱自己 不爱父母 却来爱你 这未免呢 违反人行 君子之交 淡如水 自私是人类的天性 小心身边那些对你好过头了的那些人 人如果说过度的给予了 必然会超额的索取 我是赛夫 这里是由930元创出品的老夫是个文化人 先说到这儿 一会儿见 上到天门 下到地里 略知一二 屠王今来 十四哥父 无所不谈 老夫不算命 老夫是个文化人 上到天门 下到地里 略知一二 上到天门 下到地里 略知一二 屠王今来 十四哥父 无所不谈 老夫不算命 老夫不算命 老